各位朋友大家好,非常高興今天終於看到了一點好消息 香港市民反送中運動,終於取得了一個階段性的小勝利 本來香港的立法會是計劃在6月12號上午11點 開始修訂這個逃犯條例,這個二讀程序 但是沒有能夠如期的舉行,立法會的主席宣布推遲這個二讀程序 這是因為在過去這幾天,香港市民的抗爭確實是太給力了 自由從來都不是免費的,必須得通過努力才能夠得到 香港人取得的這一次小的勝利也是來之不易 那是6月9號103萬人冒著酷暑走上街頭抗爭得來的 這是18間中學和8間大學學生罷課抗爭得來的 是香港上千家的公司和商鋪他們罷工罷勢才得來的 是香港的幾萬個年輕人徹夜的包圍香港立法會 顯示出拼死抗爭的決心才得來的 每次有這種運動的時候,有些人總是說沒用的 上街沒用的,抗爭沒用的,說這種話人呢 有一些他們是專制者的幫兇 他們是希望所有的人都失去信心,失去決心 他們希望所有人就給專制者當奴隸當順民就好了 對於這批幫兇我們是不需要跟他們去理論的 但是還有一些人,他們本來是被統治階級的 是被欺壓的,是被恐嚇的,是他們全力遭到侵犯 自由被剝奪的這一批人,他們本來是專制的受害者 但是因為他們受害太久了,他們已經失去了 爭取自由的這種決心和勇氣 所以說他們說遊行有什麼用啊,抗議有什麼用啊 我們要有槍才能夠行,但是呢,到哪裡去找槍呢 哪裡去找得到這麼多的槍呢 誰能夠給103萬香港人找到槍呢 即使你找到103萬條槍,中共的武力還是比我們強啊 他們還有幾千輛坦克啊,還有幾千架飛機啊 他們還有飛彈啊,他們還有原子彈啊 按照這種邏輯,我們的武力永遠都趕不上中共啊 那我們就不用反抗了,那就永遠做中共的奴隸了 這種邏輯啊,就是在為自己的不行動不反抗找藉口 這種邏輯就是懦夫的邏輯 好在呢,是香港人不接受這種邏輯 而且呢,他們用自己的行動證明 遊行示威,罷工罷勢罷課,這是有用的 沒有槍,沒有炮,用和平抗爭的方法也可以取得勝利的 因為只要我們抗爭顯示出強大的民意 那專制者就會害怕,他們就會有所收斂 因為強大的民意,它是可以動搖專制陣營的軍心的 如果抗爭陣營能夠把最大限度的把民眾動員起來抗爭 那麼民變,它就可以觸法兵變,觸法政變 它就可以顯示出強大的威力 它甚至可以摧毀武裝到牙齒的專制政權 當然了,現在香港市民所取得的這個勝利 只是階段性的,只是一次小戰鬥的勝利 後面的戰鬥還多著呢,這事情還沒完 現在只是暫時的推遲了送中條例的這個二讀程序 這不是永久的擱置 所以說他們隨時都可以重新啟動這個程序 那香港的特首林鄭月娥多次表達了她的決心 說是一定要通過這個條例 香港的綠政司司長也表示通過這個條例是一個緊迫的任務 為什麼她說這是一個緊迫的任務呢? 這是因為中共告訴他們,這是一個緊迫的任務 他們必須得通過這個條例 那中共的外交部還有港澳辦 他們都發表過聲明,支持香港特區的政府修訂這個條例 在這種形式下,如果是香港人稍微鬆懈一下 那中共和他們在香港的這些代理人 他們一定會重新啟動這個程序 他們現在的這個退卻只是暫時的退卻 香港6月9號的這次遊行規模這麼大 這是中共完全沒有預料到的 他們沒有預料到香港人的反抗會有這麼大的規模 所以說他們也沒有做好足夠的防禦措施 因為沒有做好足夠的這個預防措施 所以說他們現在不得不用一下緩兵之計 這次推遲這個二讀程序,這就是戰術上的退卻 這是緩兵之計,他們需要爭取時間 爭取時間做什麼呢? 第一個就是爭取時間來消耗香港人的這個抗爭的鬥志和熱情 中共認為這個香港人抗爭的這個熱情 鬥志它是會一次一次地遞減的 讓抗爭的人數不斷地減少 到最後這個中共和他們代理人就會出動大批的警力來清場 他們就是用這種策略撲滅了這個2014年的戰術運動 他們還會試圖用這種策略來撲滅這一次的反送中運動 第二個呢,是他們需要時間來阻止香港的這個運動擴展到內地 這是他們最害怕的事情 因為中國大陸才是他們政權的根基 而這個根基現在已經非常的不穩了 現在已經非常不穩,現在大陸的這個經濟非常的差 失業的人非常的多,物價正在迅速上漲 跟這個物價一起上漲,還有老百姓的不滿 大陸老百姓尤其是社會底層的老百姓 他們對中共的這個不滿呢 絕對不亞於香港人對於林鄭月娥的不滿 而香港呢,他又和這個廣東珠江三角洲地區非常近 這個消息啊,香港抗爭的消息很容易擴散到珠三角 所以說中共非常的擔心 那上次戰衆運動的時候,中共他們就在深圳、東莞 還有這個廣州這一帶啊,布防了很大一批這個警察和武警 所以說那年呢,大陸任何支持香港戰衆運動的人 都遭到中共嚴厲的懲罰,嚴厲的打擊 那麼這一次呢,中共沒有預料到香港的抗爭聲勢會有這麼大 事先呢,他們也做了一些準備,一些布防 但是呢,他們現在意識到了這個布防啊,遠遠不夠 所以說他們還需要一定一段時間去調集更多的武警 警察進入這個珠三角地區 還要想更多的辦法去控制這個地區的局勢 同時呢,他們也要在網絡上面更加嚴密的防範 防範香港的這個信息傳到內地的其他的省份 那一旦他們完成了這個香港和大陸這兩方面的布防啊 他們就會重新啟動這個送中條例 可能不需要太長的時間啊,或者是一個星期啊 可能是兩個星期最多不會超過三個星期 所以說呢,香港人現在要阻止這個送中條例 現在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繼續抗爭 怎麼樣繼續抗爭呢?那每天一百萬人上街遊行 這對大家的這個體力消耗啊非常大,很不現實 如果是繼續罷工罷師罷課呢,又會影響大家生意啊 影響生活,影響學業,影響太大了,也不現實 那麼怎麼樣香港人才能把這個抗爭持續下去 我在這裡呢,向香港的朋友推薦一個低消耗 但是高能量的抗爭辦法,這個抗爭辦法啊 大家足不出戶,每天只要用15分鐘時間 就能夠強烈的表達出香港的民意 就能夠產生強大的政治衝擊力 而且呢,從8歲的小孩到80歲的老人家都可以用這個辦法 我過去曾經在共振講堂的第八期和一平論證的第23期 給網友們推薦過這個辦法 現在呢,我就再一次推薦給香港的抗爭陣營的朋友 這個辦法就叫做敲鍋抗議法 操作起來非常的簡單,大家只要在晚上啊 約定一個時間,比如說這個8點到8點15分 在這個時間呢,把它規定為反送中的時間 當這個時間到的時候,所有的這些抗議者 都站在自己房子的這個窗口 拿著家裡面的鐵鍋和鍋鏟,大家一起敲鍋 用這個辦法,實施起來非常容易 參與的人呢,就會非常的多 參與這個遊行是比較耗體力的一件事情啊 如果有103萬人參與遊行,那麼敲鍋的人呢 絕對會要倍增,206萬人 大家想一想,200多萬人一起敲鍋 那會是一個什麼樣的景象呢? 那會形成多麼強大的聲勢呢? 整個香港啊,那就會被淹沒在這個敲鍋的聲音當中了 整個香港的民意啊,就會沸騰起來了 整個香港市民的這個士氣啊,就會被鼓舞起來了 同時呢,敲鍋的聲音呢 也會讓中共啊,和這個特區政府 讓他們非常的害怕,心驚肉跳,坐立不安 讓他們感覺到非常的孤立 讓他們感覺到啊,陷入了人民的香港市民的汪洋大海 這個辦法,七八十年代的時候啊 在南美洲曾經風行一時啊 南美洲的這個民族轉型的這個過程當中 這個方法起到重大的作用 那香港呢,現在完全有條件使用這個辦法 使用這個辦法只需要兩個條件 那第一個呢,就是反對派要有組織 第二個呢,就是反對派要有強大的民意基礎 這兩個條件呢,在香港都具備 香港的民主派啊,有很多政治團體啊 有民間人權陣線啊,有學生團體 比如專上學聯,學民思潮 還有其他的許多的這些政治和人權團體 有了這些團體,大家就可以坐在一起 一起來約定這個敲鍋的時間 然後呢,一起來動員香港的民眾 而香港的這個主流民意 現在啊,就是反對送中條例的 所以說很容易動員 所以說希望大家快點行動起來 趕緊把這個方法用起來 希望所有的聽見我這個視頻的朋友 把這個視頻轉給你們認識的香港人 同時呢,我也會和我在香港的那些朋友聯繫 向他們推薦,再一次推薦這個敲鍋抗議法 香港的自由,中國的民主都靠大家一起來努力 好,我講到這裡 同意我觀點的朋友啊,請轉發這個視頻 還沒有訂閱的朋友,請訂閱 謝謝大家,下次再見